大家好,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电话录制PPT教学影片 现在画面里显示的就是我今天主要使用的录屏软件 录屏大师 PPT我会推荐使用PowerPoint或者是Google Slide来呈现 影片里使用的是Google Slide 好的,准备好了,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首先打开录屏大师 在还没开始录之前,我们可以点击旁边的橙色小圆点 会出现图片里的画面 这些圆圈从上面到下面 第一个是录制的按钮,第二个是工具 第三个是主页,然后接下来是设定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脸放入我们的录屏里 点击工具 点开第二项拍照 我们的脸就会开始出现在画面里 现在我们就去我们的Google Slide 打开随便一个PPT OK,现在点击播放按钮演示PPT 紫色背上演示 然后现在把手机打横 记得不是扭头 然后手机也旋转成打横的画面 不小心跳出来就按回去 OK,把你的头可以放在一个不会折着PPT的地方 OK,就可以开始成PPT了 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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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OK,就这样子 这样结束 我先把它调回针 你可以拉下来按这个停止 或者旁边 OK,影片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、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收编 3 2